杜树位颱风为台东地区带来惊人雨量 在颱风期间南横有多处地区出现了有落石及摊坊情形 公路单位全力享修 原本以为可以恢复全线通车 不过7月30号工作人员发现 台东端的悟口道向阳段的路基严重流失多达300公尺 预估修复时间会到10月底才会完成 而这也是南横公路自莫拉科风灾封闭之后 去年在5月复通第一次又长时间的封闭 从公路总局所提供的空派画面上可以看见 雅口道向阳段的路基严重流失 多达300公尺 场面十分触目惊心 杜树位颱风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 但强烈的外围环流 仍是为台东带来可观的豪雨 在台风期间 台20线南横公路有多处地方 传出有落石以及摊坊的现象 关山公路段也立即派遣公搬进行移除 原以为可以确保南横公路顺畅无阻 但在30日工作人员巡视后发现 在雅口道向阳段的路基严重流失 导致人车无法通行 目前初估修复的工程要到10月底才能够完工 那这300公尺的一个路基流失的一个范围 在哈里伯松西的一个冲击的范围 所以在抢修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而且这一个在高海拔的一个地区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施工抢修 对于厂商跟材料的运送都是相对的困难 所以在这个施工期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30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观山公路段也说明 目前南横公路可通行的范围 并希望民众以及游客可以多加配合 让工程可以顺利完成 高雄端的游客进来只能够通行到雅口平台 就必须要回转回高雄 那东端的部分的话 只开放到向阳游乐区入口 那游客进入到向阳游乐区以后 就必须要在向阳游乐区的入口回转 就是东进东出 而这一次的封路也是南横公路 至莫拉克风灾关闭 去年5月复通后 首次又长时间的封闭 期盼修复工程可以顺利进行 让南横公路沿途的美景 可以尽快重现在民众面前 记得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 陈吉林台东综合 陈吉林翦